你见过这么狠辣的黑社会老大吗 只因为意大利警察总长对他出言不逊 他就把对方的手术给生切下来了 只是可惜 这部电影的主角不是他 而是那个男人 列位要问了 鸭是谁 正是咱家之前就跟你们科普过的一位大侠 做好事不留名之 一轮明月照九州 仓首伯源 侯杰侯永强 仓首伯源 你就看人家白不白就完了 关于这位老侠客的故事 要从意大利西西里岛说起 西西里岛的土特产 就是黑社会大佬 这一天大佬回家发现 二十多个兄弟 玉体横陈横袭树八 个个一击毙命 死亡时没有感觉痛苦 谁到底是谁有如此高尘的武功 一位黑衣老者应用眼帘 正是那走遍天下吴哲兰 路见不平一声吼的 老侠侯杰侯永强先生了 只见他一边高雅的品味着红酒 一边擦拭着雀黑脚丫上的血迹 他们不让我进来 所以就只能这样咯 黑老大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凭你一个甘瘦的小老头 好几把枪指着你吗 我只是想拿回那个不属于你的东西 看你垂垂老矣 再给最后一次机会 去警察局自首吧 扑呲 黑老大差点笑出声来 死到临头了还嚣张 那就怪不得永强不尊老挨幼了 九秒钟 这是你在人间的最后时间 刚好九秒钟 不多也不少 老人家虽然没有马上就死 但永强还是体现了他的怜悯 一喷子郑重裤装 随后拿身一个背包 准备下班去菜市场买菜 没想到外面还有一个小男孩 大侠客当然不会对孩子动手 即便那有可能是仇人的孩子 哪知转身离开后 枪声突然响起 原来到底是男孩从背后开枪了 因为孩子啥都不懂 只知道自己的爷爷被乱枪打死 而后背中了一枪的泳枪 依旧不会对孩子动手 阔胡摄影机在的情况下 杀孩子人设就崩了 阔胡完了 于是他吓走了孩子 但也开始反思 为了一个勾巴人设 连命都不要了值不值 好在他没有多少时间思考 就在去寻找医院的路上 吃血过多昏迷了 好心人将他带到了镇上的白医生家里 白医生是出了名的医术精湛 不到三天时间 就让永强再次火梦烂跳 白医生没有过多询问 因为他一看就知道永强是个好人 毕竟肤色给这摆着呢 如此正确 永强发现这是一个普通的海边小镇 不富裕 不繁华 但人人都快乐祥和地生活着 很适合藏身养伤 之后他主动联系了美国中情局 点名要找刘英人举报 说自己发现了一个意大利酒庄 从中东进口葡萄酒 这就好像新疆从东北进口哈梅瓜一样可笑 你应该带领队伍去调查一下 不是吗 刘英人当然好奇对方是谁 但得到的回答只有 恰好路过的路人 很快刘英人就在酒庄里有重大发现 一整屋的现金钞票 还有海量的新型毒品 正是中东恐怖分子常用的兴奋剂 可以让人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打仗 副作用也相当可怕 而覆灭这个酒庄的凶手极为专业 监控都被提前切断了 总之这是一桩极大的国际贩毒案 必须彻底调查清楚 说回养伤的永强这边 他这些日子越发被小镇的祥和感染 难得的平静让他深深反思了一生 自己一辈子都在杀戮 以上帝的名义惩恶扬善 实难再承受更多 是时候该收手了 于是永强在山顶的教堂对灯发誓 开始以普通人的身份融入新生活 然而永强很快就发现不行 普通人的生活太难了 处处都被欺负啊 他们是怎么活的呢 小镇上有荡着一个飙车党团伙 在小德飙的带领下 横行霸道欺男霸女 这一天更是为了逼债 将一个渔贩子揍得半死 渔贩子是个老好人 一直对永强这个外来人极为热情照顾 永强有点压抑不住行侠仗义的瘾了 换做自己以前 必须把这些小恶棍打得哭蝶喊娘 逼仓从凉 可是自己已经对灯发誓要收手了 难道要把灯泡拧下来吗 想想还是强行忍下来了 可是永强有所不知 这小德飙绝非泛泛流氓地痞 他的背后靠山 是自己的亲哥哥 号称西西里皇帝的伊丽沙白帝 德飙儿 小德飙将那些敲诈来的血汗钱 交给哥哥邀功 恰好撞到哥哥正率领手下搞拆迁 德飙要将这栋老楼改成酒店 所以住户必须低价出售房产 立刻搬走 没想到因为价格实在太低 有些刁民竟然敢忤逆皇帝 那德飙就只能提前替轮椅爷爷结束痛苦了 为了警示那些刁民 死去的老者还不允许收拾 就在那挂着 不是挺好看的吗 临走时德飙吩咐弟弟 多给百姓们施施压 不能什么权利都争取啊 自己合理不合理不知道吗 看着汤儿皇之在一旁 兴风作浪的小德飙众人 永强那颗除暴阿良的心 再次躁动起来 干脆躲到教堂里 忏悔了一夜才勉强压制 几天之后 永强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他忽然亮出了高露杰牙齿 热情的让对面的刘盈偷拍的更清楚 美国中情局能够调查全世界的监控 找到自己这个出现在酒庄附近的可疑人并不难 刘盈问他到底是谁 据查那个酒庄主人名叫本拉库 是大名鼎鼎的中东恐怖分子头目 精通走私贩毒网络金融诈骗和盗窃 中情局早就盯上他了 但一直找不到蛛丝马迹 而你竟然有本事把他们一网打尽 究竟是何方神圣 到底是美国异能组还是中国龙组 然而永强只说自己是路过的普通人 无奈的刘盈也没有深究下去 毕竟永强的肤色 让他感到说不出的信任和正确 与此同时 本地的警长下班回家 万万没想到小德彪他们已经闯了进来 并且正在跟他的老婆和女儿友好地拉家茬 这种情况警长哪里敢反抗 任由小德彪把他揍得鲜血狂彪 你以为你是个臭屁警长就敢为所欲为吗 都调查到我们身上了 我们上面没有人敢这么明火执杖吗 长没长脑子啊 这次就算给你个教训 下次可别瞎调查了 别人报警也被当回事 好好领你那三千块钱的工资就得了 犯得上一家老小惨遭灭门 而这件恶劣的事情才过几天 警长一家正在餐馆用餐的时候 小德彪又兴奢奢的找上门来 让警长帮忙联系一些索马里海盗 这样做走私生意的时候就更方便了 警长被吓得不敢拒绝 看着可怜的妻女 他不敢成匹夫之勇 但德彪忽然觉得有一阵杀气扫过 原来是隔壁的永强正死死的盯着自己 这不就是个光头老百姓吗 为啥敢直勾勾的瞅我 连警长都不敢跟我对视 你瞅啥 瞅你咋的 这是一番来自大东北的经典对话 如果这两句话说出来 那基本上就不用抄出了 我是真心喜欢这里 所以我不想看到他的美好被玷污 以上帝的名义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永远的离开这里吧 这就是一位老侠客的格局 从来都会给最大恶疑的人一次机会 但那些恶人基本上都会被逗笑 既然如此 那就怪不得撒家了 慈祥的面房突然一冷 一个花手掐住了小德彪的药学 让小德彪疼得哇哇大叫 为什么会这么疼 其他小弟也不明白了 难道大哥是被捏住懒子了 只能先乖乖退出餐厅 而小德彪自己也老老实实的交出手枪 灰溜溜的跑了 这可把正面们给震惊的目瞪口呆 怎么也想不到这文质彬彬的老头 竟然如此辣手 单手就把混混拿捏了 大家刚才的角度不好 都不确定捏哪块了 至于这么疼吗 难道是那块 午夜的钟声响起 小德彪召集了几个好兄弟 准备偷偷弄死永强找回面子 结果猛然间黑影一闪 一名小弟竟然被自己的车怼伸了肉饼 仔细看开车的人也以惨道割喉 永强随即甩着红酒从后面现身 咚的一声直接将第三个小弟抱头杀死 小德彪吓得赶紧偷出刀 却见永强面对微笑的 开死了猫戏老鼠 永强没有给小德彪痛快 让他好好享受了一顿痛苦 才送去剑岩王 只因为这个垃圾够垃圾 隔天这个案发现场就被警察封锁了 搜索之下竟然有意外收获 他们从车里发现了大量的未知毒品 这下案情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杀人案了 钟情吉太原刘营找到了意大利的警察总长 他怀疑恐怖分子在西西里有秘密基地 不然也不会把走私总部放在那里 因此需要调查几个被抓的相关恐怖分子 警察总长表示乐意配合 不过这个人不能查 刘营立刻笑了 那咱就非得查这个 刘营开门尖山以简刑来换取信息 然而对方是个即将骨气和意气的汉子 所以只交代了一处秘密基地 当天就被中情局出席 杀死了七八个兄弟 而警察总长这边则直奔西西里 找到土皇帝谈话 原来呀 这德彪才是本拉库的最大买家 所以拉库才将走私总部放在这边 一来是方便交易 二来是有了土皇帝照着也不怕调查 总长让德彪收敛一些 你虽然是我的合作伙伴 但你的作为已经超出了底线 毒品生意把美国人都引过来了 继续胡搞下去 我都走不住了 臭小子你得明白 没想到德彪而勃然大怒 毒品生意一本万利 怎么可能怕被美国查就放弃 再赶上他的弟弟刚死 心头就很无处发泄 干脆抄起切花刀 认真地切断了总长的手掌 然后放到冰桶里送往医院 及时的话说不定还能动两个手指 到了医院别瞎说啊 就说是不小心切水果的时候切到的 另一边警长把小德彪的毒品拿给永强看 刘英也准备去医院调查被切手的总长 刚要上车永强打来电话 小德彪的毒品和酒庄里的一样 看来德彪而才是幕后大不死 你要小心一点 小心啥呀 我们美国人谁敢动啊 一整队的中兴局探员 除了刘英刚才在打电话 其余人全灭 这意大利黑手党也似乎过于生猛了吧 这还没有完 德彪而又趁着夜黑风高来到小镇 抓住警长 当街一枪抱人 老子知道你们在包庇杀我弟的凶手 快给老子交代 要不然杀掉警长全家 没想到永强转眼便主动走了出来 他不愿意连累其他人 一人做私一人当 我就在这你能咋的 那凶狠的德彪当然不客气了 猛然举起手枪要抠动满击 随后枪声响起 但不是德彪开的 只见德高汪盛的白医生 举着喷子冲了出来 平静的小镇被载图占据 老百姓们不敢反抗 现在好不容易有人站出来了 我们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其他镇民受到鼓舞 也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有种就把我们全杀了 德彪而有点小懵逼 这帮人都这么勇敢了吗 众目睽睽之下不敢下手 那就等这个美国人落单 他不可能总是被一群人围着吧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 定叫你挫骨扬灰 然而永强根本不可能给他机会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当天夜里 德彪门口的汽车铃声响起 一个小弟出来查看 嗤的一声被永强从身后挡死 接着别墅忽然停电 众人疑惑之际 永强出手如电 随后来到看管警控的小弟背后 不等反应过来 便揪住头发挡穿喉咙 小弟憋着气冲了出来 吸引了另一个小弟试图抢救一下 还是看看能不能抢救你自己吧 永强又猛的从背后死死勒入脖子 不久后手睡容的德彪被雨水淋醒 一看这根本就是鲜血 随意与尸体从天窗上砸了下来 德彪吓得举枪呼喊救驾 却哪里还能得到回应 十几号兄弟倒是都在 但已经保护不了他了 他只找到了那个被勒搁的兄弟 轻轻一推脑袋就滚了下来 德彪的膳直彻底清零 开始歇斯底里的疯狂扫射 打光子弹后便被一拳放倒 等再次醒来时已经哑麻呆住 自己竟然被永强为了好几公斤的毒品 大象的身体也扛不住啊 嘴里抑制不住的开始喷白沫 永强要让这位魔头 好好地享受应得的报应 此时的德彪哪里还有一点皇帝气概 如同丧家之犬般 满大街的挣扎和求饶 永强平静地欣赏到了最后 他根本不怕暴露 黑色的夜给了他完美的伪装 一轮名月赵九州仓首博园 这个称号在此时此刻是如此的贴切 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取错 但外号不会 临走时永强把一个背包拜托给了刘盈 里面是从酒庄里取回来的三十多万现金 属于一个退休的老人家 他被本拉库掏走了退休金 所以永强就跑过来帮忙讨债 原来这就是拉库先生和皇帝陛下覆灭的缘由 实在荒谬 至于永强的身份 刘盈终于收到了一封邮件 你妈妈会为你骄傲的 刘盈终于想起来了 永强正是他妈妈以前的同事 这次点名让自己过来查案 分明是在提携故交往 本片就完了